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咖喱 没睡坏吧 树 我们上树吧 快走 猫大哥 我们在这儿呢 快 爬上来 快 菲菲 我们快上去 快点 猫大哥 快 快 菲菲 快点 来 来 硬要倒了 快 快 他又来了 快跑 快跑 龙锥来了 快跑 怎么办呢 像我们这样 快躲起来呀 淘气 他过来了 快跑 他过来了 走 他死今了 快走 我们去找个手吧 千万别动 他过来了 他来了 沉住气 走开 我躲 快走 淘气 咖喱 快跑 我和咖喱走得好好的干嘛拉我们 小心 又来了 快 快去那边 来来来来 你们先跑 我来对付他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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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大哥 前面是悬崖 猫大哥 我们没路跑了 没关系 我们跳伞下去 快 让开点啊 让开点 走 走 再见了 吉隆 怎么拉不开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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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别慌啊 别慌啊 大家要齐心 一块跑 啊 啊 急龙 急龙怎么啦 不知道 让我查查看 急龙的骨架化石 在现在的埃及和尼日尔等地都有发现 急龙名字的意思是长脊的蜥蜴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背部的翻撞脊 虽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急龙翻撞脊的作用 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翻撞脊用来调节温度的可能性最大 艳阳高照时 急龙可以背对着太阳站立 使翻撞脊不吸收太阳的热量 急龙就不会太热 如果灼热难挡 它就可以把翻撞脊进到水中来降温 如果我们把它的翻撞脊罩住了 热量算发不出来 翻撞脊就失去调节体温的作用了 原来是这样的 怪不得它乱撞 你想看吗 瞧 它好像热得不行了 我们去看看吧 快追 他跑了 快追